前三殿困柳断 正阳余隔阻碗 逼咒举 谈咒满 飞上圈 许下坡 前三殿困柳断 正阳余隔阻碗 逼咒举 谈咒满 飞上圈 许下坡 学习易经真简单 其实只需三步走 第一步 打基础 第二步 要提升 第三步 能应用 欢迎大家报学 梁新网 曾世强教授 网络学习班 轻轻松松 意经真的完全通 当务热线 010 6929 0848 6929 0843 我们始终是二分法 值就是值 取就是局 要命 取才能值啊 你看越是值得公路 出车会机率越大 越是山路崎岖啊 越是九万十八拐啊 都安全的很 因为人一看到这个路啊 歪歪斜斜 他敢睡觉 他就很认真的 那个角度都把他很稳 你一小心 他一小心 就安全了 啊 路这么直 没问题啊 就说话了 就开始打大疙瘩了 哐一下 就出去了 这种现实告诉我 越直 越容易出问题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高速公路交流到敢用直直下去的 你试试看好了 你在高速公路上面 速度那么快 下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说你减速减速 那还是很高速的 一下子冲出去 就看上了 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 交流到永远是弯曲的 曲 是直必要的过程 上挂跟下挂 它的当中啊 有一个交结处 那个交结处是曲线的 不是直线的 实际上 水平线也是起起伏伏的 也是弗形的 没有直的东西 两点直线 直线最短 但是永远是达不到的 你从这一端要走到那一端 你千万记住 太极线 它是弯弯曲曲的 所以为什么直话 人家听不进去 你一讲直话 它就火大了 那你有什么用 你稍微弯转一点 你稍微转个弯 它听进去了 就有效 你就安全 所以疫情 它给我们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是有效 第三个是方便 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说 哎呀 有话就说啊 管万万万 要干什么啊 有话直说啊 你管它有什么反应呢 那就是目中无人啊 这种人就叫做目中无人 一个人 正直不正直 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有很大的差距 孔子费尽苦心去解释 但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到 我们要有效 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照着去做 你非要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否则你是达不到愿望的 我会外圆 内服人要圆通一点 一个方就是圆 这个人圆通 就是答案大方 圆 就是春天 开始发芽 那就叫圆 发芽以后 到了夏天 它就会成长 就会茂盛 就叫做亨 秋天就开始有收获 所以你看粒 就是一把刀 在割成熟的龙作物 就叫粒 你收割来的东西 你怎么办 冬天 你要把它藏起来 第二年 你才会有新的种子 你把收获来的东西 通通吃光光 连种子都没了 那来年春天 靠什么去播种 你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 圆和力 它是比较自然的 你只要胜死 大概就会比较圆满 我用圆满这两个字 圆满是什么意思 就是顾虑到每一个角度的立场 他每个人站的方向不一样 每个人立场不一样 每个人位置不相同 他的感觉不一样 你认为圆满 他认为不圆满 所以要面面顾道 这是在中国社会做人特别辛苦 特别为难的一个因素 今天大家都喜欢当一方之长 我是家长 最起码当个家长 校长 厂长 厅长 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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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 不管是什么长 千万千万记住 你一开始就要重视那个圆 圆是什么 就是人心 就是人心 仁爱的人 你没有人心 你做什么仗 最后都是害己害人 我们有的好的人心 你才会怎么样 才会去照顾 关心所有的人 然后你就会办事很顺利 做事很亨通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官运很通 官运很通就是他仁正爱民 你仁正爱民他自然就官运很通 但是下面呢 利之所在 就看你脸色怎么变了 你能够经得起利益的引诱 利益是专门引诱你的 越大的利 你就越要小心 当商人送你十万的时候 他自己至少也拿十万 你就变成二十万 当商人送一个官员 一百万的时候 这个官员要记住 我不是拿一百万 我最起码拿两百万 因为他自己不拿一百万 他会给我一百万 他可能拿一千万 才给我一百万 最后你就背着那个 很重的负担 体验正版高清视频 享受真实内容 敬请关注 《易经完全通》系列教材 班务热线 010-6929-0848 6929-0843 利益是什么 我公正地照顾所有的百姓 这样一来 你的内心正不正 就得到证明 见利就妄议 那就不正了 因此后来儒家 把元亨利争 就发展成五个字 叫做仁义理智性 仁就是圆 义跟礼呢 就是恨 人家一个人 他处处都合理 他就很恨通 礼呀 是一般人看得见的 做人要有礼貌 做事情要重视礼节 礼要有节制 而义呢 是看不见的 到底合不离不合理 心中有数 外面看不见 然后字呢 就是利 当利益当前的时候 你要用你的理智来判断 该要不该要 能要不能要 要礼以后会怎么样 能不能无咎 那个无咎很重要 你看要到最后都是后悔的 你只要要到不该要的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不安 晚上睡觉睡都好 白天脸色不对 然后眼 眼睛就开始没有光亮了 看到了以后 就好像怕人家看见一样 就低头了 你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真是什么 真就是信 人家对你信不信 就是看你正不正 你不正 就算对人家再好 人家是怀疑 什么时候要利用我做什么事情 他怕了 他躲得远远了 所以这个信 就是你正不正 给人家的印象 就叫信 我们现在人最大的危机 其实是复兴危机 就是人与人之间 都不能信任 这才是人类自寻苦恼 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 你一定要从意境的道理 从钱挂开始 先求自己 不要老求别人 你自己做得好 别人自然会受你的影响 一个人 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不是控制人家 不是教导人家 不是命令人家 而是发挥你的影响力 你看这个是不分身份地位的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行的正 只要大家信任你 你都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 人亦理智性 就是缘坑力争 就是天地的正气 就叫做前缘 前缘是什么 就是先天一气 那就叫先天一气 就是它是天地之间最无私的 最无私的 你看空气没有说 你是好人我才给你 你是坏人我不给你 你对我好我让你吸 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让你吸 没有 它不是不分是非 它是告诉你 你自己要爱惜你自己 你要自己修养你自己 否则我也帮不上忙 到时候一口气不来 就是一口气不来 你怨它没有用 文言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 千元用酒 乃见天责 什么叫做钱 为什么能够自强不息 就是因为他会用酒 那孔子是最会用酒的 用酒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叫做阶段性的调整 你不能老一套 你老一套 你这个阶段何事呢 你下一阶段 你就遭遇到重重困难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中国人赞美的人都说 这个人了不起 有两把刷子 我们从来没说 这个人了不起 有一把刷子 一把刷子管什么用 一个人最起码阴阳两把刷子 人刚就刚 要柔就要柔 人高就高 该低就低 这叫什么 叫做人去人胜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 就是人去人胜 刚柔并济 恩威并失 内方外缘 你看我们始终就是阴阳的配合 因为前卦告诉我们 抗农游回 阳刚过盛 马上就成阴 这阳极成阴 就是当你不可一世 非常神气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掉下来 七七残残 那谁叫你要这样 所以到五 你就可以掌握了 那个六 你最好 算了算了 我不要贪得无厌 我掌握的东西掌握到就好了 掌握不了东西 我不要 不要太过相信那种 什么六六大顺 不要太过相信 就是不顺才告诉你顺 益经道理就是这样 你顺他就告诉你无咎 无咎就是顺后面有后遗症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益经每一个卦都是有条件的 但是都提供了一个希望 人是活在希望 但是不是活在梦想 现在人很奇怪 说有梦最美 那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有什么用 有希望要靠你去落实 所以有了钱的自强不息 就必须要坤的后得债务 钱在墙面创造 坤在后面落实配合 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后 我们就开始 要来一挂一挂的分析 他到底在讲什么道理 一般人都认为说 钱挂是益经的第一挂 其实我们比较喜欢 把钱挂跟坤挂合在一起看 因为天不能离开地 地不能离开天 那你总有个秩序 你不能一 然后分钱坤 看的人更糊涂 所以把钱摆在第一挂 把坤摆在第二挂 并没有说 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意思 没有都重要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要从钱坤并列开始 有天有地 然后人才会 活得好 学习易经真简单 其实只需三步走 第一步 打基础 第二步 要提升 第三步 能应用 欢迎大家报学 梁新网 曾世强教授 网络学习班 轻轻松松 易经真的完全通 班务热线 010-6929-0848 6929-084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发 四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